十三,《經濟日報》 正圈櫃台買賣中心 2015年7月20日上市櫃公司 《五黃緩》文台北報導過去一週台股重低檔回徵 加權指數及櫃買指數都終結週四年以下 其中櫃買指數上漲0.6% 不過本月以來累積仍有4.6%的跌幅 表現相對弱勢 選股上 發人多看好蘋果供應鏈及網通題材 相關個股如新普6.1.21 華星光等 可視機設入 原大寶來店投機金經理人郭一信表示 預期在第三季庫存可望消化源不下 半導體及網通相關個股有機會開始反彈 生技股方面 配合生技月大展 上半年表現相對弱勢的新約族群軍有所表現 目前較大的變數只剩下希臘債務問題 若最後結果和市場預期差距不大 櫃買指數有機會表現較六月階 第二季中小型及上季各股進行修正後 資金明顯集中在部分透明度高的產業月光通訊 因為網通與光通訊產業基礎建設持續 目前觀察業職狀況持續可望好到第三季 另外蘋果概念股如P、C、B等即將進入拉貨期 整體而言 相對看好的電子族群包括網通、雲端、電子零組件、蘋果概念股 全產股則包括汽車零組件、運動紡織、低基期個股、日成日成基金經理人林佳興分析 近期人氣轉淡、成交量推潮、電子族群專約、貴買市場呈現橫盤整理 不過外部干擾因此佔淡去、接下來觀察焦點回到產業面 以蘋果公司公布財報慣例來看 幾乎街出現財報表現優於市場期望 第二季iPhone 6銷售依然亮眼 預期蘋果公司貴報不會太差 將有機會帶動平概股表現 群益電投市場基金經理人沈萬均指出 受全球需求催緩影響 近期台灣出口表現得街 六月出口金額僅有230.7億美元 年減達13.9% 為近6年來最大單月減幅 更是連5月下跌 影響股市走勢 後市電子產業看好網通及蘋果題材 看好網通產業新趨勢帶來的新商機 包括4G光纖、雲端及密聯網等 此外 新iPhone可能在9月開賣 相關供應鏈族群近期走勢強勁 後族走勢也持續看好 然後到ине 無窮 5度 上單月溫射 到了 已經更親、多事了 未期三日只有七日和三角形 在晚上各購入四 А2坊 滑要嗎? 我們照顧這篇企劇